它是支援對應 其實關鍵字就是所謂的ASCII Code 這個叫ASCII 如果你不太知道這什麼的話 你當然可以把它Google一下 貼上並搜尋 他會跟你講說其實他就是什麼 美國什麼 剛開始設計電腦 因為他要做那個什麼 一個什麼 信息交換 其實簡單講講 就是按鍵我們這邊鍵盤這麼多 到底他應該怎麼給他編號 比如說我今天 這邊有個內碼表 你其實找一下我看找那個圖 圖裡面的話 我習慣找那個有顏色的好了 紅色這邊這個比較清楚 那這個裡面各位可以看到 也就是我給他 給的編號比如說前面這些都是控制碼 控制碼裡面的話這個是空的 底下的話 包含 像是什麼呢 New 9 10 所以 Enter的話其實就是 10 或13 Return New Line或Enter 那其實什麼 Shift 等等的 有沒有 這些都控制碼 那 比較跟我們 有關系的 就輸入一些像 數字好了 他的邊號 是從 編號是從 48 有沒有 到 多少呢 到 57 这个中间的话就是数字的编码位置 另外的话大写跟小写不一样 大写的话是在65到90 然后97到122 其他的话就是一些符号 所以刚开始美国人设计这个电脑 反正它一样规范 然后哪个对应到哪一个 你按哪个按键 这样子就输出哪一个字出来 那如果说这一题其实就要考什么 比如说它是一个kingdon k的话呢k在哪里 k在这里75 然后kingdon i i要小写 115 kingdon然后一次一个字 也就是把这些数字 它的编码的数 它的位置把它变成数字 它要我们把这些kingdon的数字加总起来 到底是多少 加总的结果 ok所以理论上这边 如果它题目里面就是要一个kingdon 所以我们切过来看一下kingdon ok所以你打ASCII code 它有一个对照表 那所以k的话呢就是75 所以我们要把k75抓出来 i的话是105 一词类推 全部查完之后 它要我们把这些数字呢 全部做一个加总 并且做输出 ok也就是意思就是说 我输入一个英文单字 那我必须把这些单字的每一个字先把它切出来 所以要切割哦 切割完之后呢 再利用一个函数 去查什么 查它的内码的位置 就是ASCII code内码的位置 那要怎么做 ok 其实如果我们用Excel来举例的话 各位应该可能会清楚一些些 其实就像这样 我大概跟各位讲 其实这件事情Excel办得到 而且非常轻松 首先Excel 如果我不用VPA 我用最简单的函数 那第一个 你大家要至少要学会 如果要做完这件事情的话 你至少要学会第一个 切割函数 mid mid 对 第二个的话 你要学会自动抓下一个 叫RAW 列函数 ROW OK 然后第三个 你要把它内码抓出来 你要加一个Code CODE 最后就加总是上函 所以有四个函数 你会大概这个部分 你就可以搞定了 所以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插 当然我们不是交Excel 我只是让你视力知道说 怎么做 第一个你可以从文字类里面 找到mid mid函数 mid 这个应该没问题 这个应该很常见 然后你就把文字给他 那你要跟他讲说 你要哪一个字 你要第一个字 抓几个字 抓一个字 那就可以嘛 对不对 OK 按确定 那问题是我希望向下填满 就自动抓到什么 I N G D O M OK 就每一个每一个 一个帮我切的话 那你可能要注意就是 应该怎么样 我要把这个数 star number star number 意思是哪一个字的 哪一个字哦 那我应该 现在是1嘛 再来就变2 再来变3 那我要怎么样 刚好我向下填满 它自动加1 其实这边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函数叫raw raw就列吧 小瓜糊一下 这个意思就是说 它会去抓 raw函数会抓什么 抓你现在的所在的列 其实就是这个数字 帮你把这个数字放在这里 那不就刚刚好 现在1嘛 下面就2嘛 一直在推嘛 OK 那这样的话 另外还有就是把 因为我等下要向下拉 所以这个 这个A1 这个1 它会加1 所以把它前面锁起来 如果你没锁 它变2 OK 那这样的话 按确定之后的话 基本上呢 我们就可以把kingdon 全部拆解了 拆解到这里 kingdon 有没有 每个字分开来的 因为可以吃到我的意思 那其实python也是要叫你这样做 然后再来什么 查它的内码 插入函数 第二个 文字里面呢 你可以用哪一个呢 其实哦 用这个 厚的 你用过吗 有用过举手 没有人用过 好 太好了 没关系啊 我跟你讲啊 你easeo 你要很熟哦 你必须要把里面所有的函数 都看 乱过一遍 那为什么我知道 这下面不是我跟你讲吗 有没有 文字串 它会抓第一个 然后去帮你找到里面对应的字元集 就是意思是说 阿斯基哥内码啦 当然 有时候它说明不是很清楚 但你要至少要知道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才有办法针对这些东西去解决 easeo的问题 OK 如果里面250几个你都很熟的话 那你马上想哦 这个问题用哪一个函数可以解决 就OK了 就解决了 但如果你不熟哦 即便有你也不会用 OK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里面250几个没有的话怎么办 那你就要用VBA自己写了 OK 那VBA的角色就是让你制定嘛 这个是方选嘛 里面这个就是人 这个应该讲的就是内建 就是微软给你帮你写好的 但它不可能包三包四全部都包了 所以你要自己写 没有的就自己写 哎那这样不就很多东西 反正 所以VBA主要的出现的目的说 它一定有没有的 没有怎么办 那就自己写就好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OK哦 所以这个概念啊 使用这个概念如果清楚的话 我想你应该会对使用以事有应该会有 另外一种 程度的使用的心得啦 OK哦 因为我对他已经非常熟了 OK 我认识他也很久了很久了 在跟我跟一个老朋友一样 他有什么东西 辽若指掌 OK哦 所以你问我 大概都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 OK哦 也是这样 如果你对工具熟虚拟的话 做什么就很轻松了 你为什么做事情会效率这么差 因为你根本连工具都不太熟嘛 那你不熟 他每天就会摸摸摸摸摸 其实你没有打过摸 也只是说因为你真的不熟 所以为什么 现在我看到很多没效率的人 你真的每天就摸摸摸 他只摸一整天 我大概五分钟次就做完了 但我不能 也 不过有 他有要存在的必要 因为如果你跟他讲说做五分钟就可以做完的话 那他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他那个工作可能会消失 而且有些人本来他的职位就是在做事情可能就是这样子 可是可能那种工作的意思 慢慢慢慢 如果说公司面临到竞争的时候 他就会优先被 考虑到会有换掉的可能 那我们回到这边 就是说效率 就是我刚刚讲 第一个我刚有用MID 第二个用到ROW 第三个用到CALL CALL的话呢 就是找到他的字 给他字 他会Return给我他的ASCII Code内码 那你把他向下拉一下 全部都查完了 查完之后的话呢 你再利用什么呢 加总 因为这个题目是要帮我加总 713 所以你看一下 这个题目里面 如果我们切到那个 我们的 这个 这一题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这边 资源对应这一题 其实呢 你会发现 这个也一模一样 有没有 75 这边也是75 109 这边也是109 73 这边也是73 那其实就做完了 OK啊 今天他不是CALL itself 只是说我试一下 我让你知道说 就这样 那Python怎么做 所以待会我们来讲 要Python 那其实做法差不多 第一个我们必须思考 把这个字 一个一个的切出来 然后呢 为给一个函数 其实函数名称比较扣 可能叫别的名称 然后呢 我们他会Return一个 他的 这个数字给我 比如7数 那我一个一个把它累加起来 然后并且输出这个结果 OK 那请各位大家看一下7 这个802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们也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那个802 如何利用那个 就是 Python来做解决 当然其实刚刚这一题 Sale其实 也可以用VBA来做 VBA一样 也是跑个MID 然后通通把它输出 然后再完成 lot . 好 はい 2 2 2 6